Long Farm 新年代表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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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 《商海两行讲Shitbar的访问》 今天上到我们Shitbar接受访问的 这位来宾是来自 Long Farm 新年代表达的 Nick 你好 你好 先给我们讲一下 你们的业务设计的板块是什么 我们是做新鲜猪肉的 批发有在销售 还有养殖 业务做几年了 应该有十四五年了 那十四五年来 其实可想而知 猪肉这一块应该挑战很大吧 非常大 其实我们踏入猪肉的行业 我们是先从养殖开始的 我们是做一些吃料 做吃的料 我们就跑市场 突然遇到一间农场说 他不做了 我们就跟他拿回来 做做做一下 哎 猪肉 猪不好养啊 也不好卖啊 真的不好卖 就是说 你在养殖的时候 如果是自己耗时间精神 放在这一块 你就没有人帮你做marketing 之后是怎么熬过来的 后来是自己想就开一间卖猪肉的 所以你们现在做的新鲜模式是 不是传统式的 不是 跟我们解释一下 你们现在做的模式跟一般传统什么不一样 我们做的模式会把猪肉饱的保持比较新鲜 而且我们猪肉 猪一到我们就开始 呃 呃 呃 跟他 分吧 这样子 一份我们就放冰箱 嗯嗯 要把保鲜 对 保持 啊 后来我们再 冲到我们每一间分行 所以你们在做的基本上就像是supermarket 这样子 对 啊 这只是只专卖猪肉 猪肉专卖店啊 这样子 对对对对 在疫情期间我也晓得说 你们有做了一些 呃 回馈社会的一些计划吗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我们每年都有在做 过年 过节啊那些 我们都会去捐一些给那些老人员啊 或者是呃 非营业的那个 那个 NGO 那些啊 我们跟他都做啊 派一些呃 物资给他们啊 而且我们也做一个传承就是 就是 种子是呃 华人的传承啊 是 一定要有给他们知道 而且一定要用到猪肉 对对对 一定要用到猪肉啊 会会帮到我们一些 我们也帮到人家一些 做三事 你自己本身抱着什么心态去做这些东西 因为觉得年纪也大啦 你自己一个人如果真的是找得到吃 你朋友找不到吃 也不行啊 要大家一起站起来 就是这样直接当 如果现在是在生意上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最希望用生意上的这个手法 去带来为社会带来的改变是什么 希望每个人的身体都健康啊 身体健康就是要就是我们 他们吃的食物都要健康 我们在养殖方面都花了很多心思 所以你们的质量不一样 对 跟我分享一下你们公司的使命是什么 每个人都是 可以买到健康的猪肉 而且是在 每个时段都买得到 五年后 你希望自己在做什么 五年后啊 我希望就是找到一些接班人啊 这头痛是没有接班人 论是养猪也好 或者是这个企业也好 非常感谢我们来自 这次Long Farm meets Zenraha的 Nik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我们下一集的 上海领航奖再见 上海领航奖再见 上海领航奖 我们下海领航奖再见 我们下海领航奖再见